银发族是一个过去被普遍认为是低生产力、低消费力、容易被时代抛弃的族群 可是如今现实告诉我们 银发群体已经成为了许多发达经济体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高龄化现象加剧不仅意味着生育力的下降 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不管对于政府的施政方向还是民间的生产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虽然老龄化对国家经济会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 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同样也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确定性很强的发展道路 当大批富有的银发群体涌入了消费市场 随之而来的就是新的消费需求和新的商业机会 那么对于70年代就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 也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来说 其实政府早就布置了中长期老龄化社会对策的全面制造方针 民间在洞察到这一大片蓝海市场之后 也迅速把握了机会 将围绕老年群体的衣食住行衣等方面全方位消费体系发展起来 长期下来不只涉及面广产业列强 也几乎覆盖了经济行业的所有类别 为全球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提供了非常好的参考 新加坡近年来也开始在银发经济上发力 当地政府将2023年74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命为先锋一代 为他们建造了实体基础设施 也开设更多活跃的热灵中心 当地企业甚至结合人工智能技术 深更治疗了老年患者的医疗保健服务 从数据上来看 当地65岁以上的消费者 还是其他年龄组当中消费增长最快的群体 而且他们对于金融和房地产资产的投资也更加集中 越来越多提供老年生活用品平台因应而生 瞄准这个赛道的企业越来越多 回到中国来说 其实银发经济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虽然从行业成熟度来看 基本还是处于给的不够 给的不对 给的不均衡的这个情况 但无论是从大的人口发展趋势 还是产业的细分程度 银发经济的消费升级未来肯定会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020年 中国银发经济的市场规模大约5.4万亿人民币 年增长率为25.6% 而这个增长速度已经明显高于年轻群体 关键是这个发展态势也还在扩大当中 2021年 中国银发群体的主要消费 可以分为日常消费和健康消费两大类 对于老年人来说 其实健康消费就是一种刚需 而且年龄越大 需求就更为频繁和迫切 除了一般医疗保健 银发群体也开始更重视疾病预防 所以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 未来对于医疗健康方面的投入也只会越来越大 2022年 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就已经达到了1.3万亿人民币 占了全球市场27.5% 近5年来年均复合增长率也超过了12% 与别不同的是在以治疗疾病的正常医疗消费之外 其实中国老年人还深受养生相关的文化和理念影响 对于营养保健品非常重视 所以也让中国老年保健品的市场可以逐步走向中高端化的趋势 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功能性食品 智能康复辅助器具 老年护理产品 老年服饰 甚至是老年娱乐教育的细分市场都已经慢慢形成当中 关键是 由于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并不长 所以在老年人当中 一半以上都是介于60到69岁之间的低龄老人 那这个部分的人群其实更愿意参加具拓展性的文化活动 购买品质较高的文化产品以及享受更具个性化的文化服务 那相比年轻人 其实老年人的学习特点和场景主要都是建立在兴趣学习和社交的模式上 而通过直播、社群、私教这些模式 为老年人提供精细化、专业化的教学服务 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与多数人的直觉相反 其实营发族在户外运动方面的消费十分强盛 比如像户外装备、骑行等运动商品的销售 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其实要说的是 好的投资机会往往都存在于被我们忽视的地方 打破对营发族的偏见 多去观察老年人消费观念的转变 你会发现 营发经济虽然本质上服务的是老年人 但却是一个标准的朝阳企业 大家一般也会观察到 周围的大多数老人 其实已经迅速融入了数字时代 截至2023年9月 营发人群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3.25亿 全网占比达到26.5% 关键是在人均使用时长 APP和微信小程序的使用个数上 都呈现了持续增长的态势 长短视频、综合新闻资讯平台也都很热门 除了内容消费 营发人群还在多个细分行业当中拉动增长 消费1000块钱以上的活跃用户将近2亿 同时在综合电商的渗透率 已经高达85% 换言之 谁先耕耘这块土地 谁就更有机会捕获时代的红利